各界身体 现在的话叫临迟处死 这个刑法里头的名词 恐怕诸位还是不懂 这个等于说是 这个人犯的罪 判的死刑 怎么治刑法呢 不是用强决 也不是用刹头 那很痛快 受的罪少 临时用刀子的身上 一片一片的割 把他割死 你说这个多苦 独残忍 人入仙人 被割离王 割解身体 他苦不苦呢 他一点不苦 你要是他为什么不苦呢 他知道身是假的 不是真的 他不执着这个身是模糊 所以他怎么割 他不不苦 一点痛苦都没有 我们为什么 割一点点就觉得痛得不得了了 是因为把这个身体看作自己 严重的执着 越执着的重啊 痛苦就越动 是这么来的 所以觉悟的人知道 这是假下 所以他没有苦乐游戏学的 这个手 但是割离王造作的众医 他没有开悟 他要受过 所以新人发 将来成佛 新人度他 佛博都无缘之人 这个更佛 也算借下很深的缘 佛菩萨慈悲 确定没有惩愧心 也是做一个好榜样 给我们看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这是因果不空技术 他三个特性 转逼相识循环 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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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